翻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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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主内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大家平安 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会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就是信造的人 因为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都变成新的 因为有主的救赎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我们要一起向主 祢是我的一切 祢是我的一切 寻尽我醉 知我心诚明 主 祢是我的一切 我愿全情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从头来唱 祢是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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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全情跟随你 我愿前情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恨天如多空 中国不离开我 牛四 心跟随你 以色又不离开你 我请弟兄姐妹大家站起来唱这首歌 祝你是我的一切 至今我醉 是我心生意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也前行跟随你 一生又不离开你 祝啊有多高 自爱刚过初天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恩殿有多宽 宽阔朝乎来呀 我也前行跟随你 以色又不离开你 祝啊有多高 自爱刚过初天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恩殿有多高 宽阔朝乎来呀 我也前行跟随你 一生又不离开你 祝啊有多高 自爱刚过初天 怜悯有多高 自爱都吃 employed 我愿舍有多高 他们远舍有多高 宽阔朝乎来呀 我愿前行跟随你 一生又不离开你 我也後面要不离开你 我愿 一生永不离开祢 我也跟随祢 我也前行跟随祢 一生永不离开祢 我也前行跟随祢 一生永不离开祢 哈利路亚 为其基督神为我们带祂 慈爱的天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姜妹祢 请盼望祢有给我们机会来到祢的圣堂 我们匆忙感恩的心进入祢的崇拜会里 但愿祢出摸我们每一位来到祢的圣殿 帮助我们能够抵达到这个地方 也是祢的祝福 祢我们要开始敬拜赞美 告及祢的名 但愿我们每个所唱诗献给祢的都得到祢的耶娜 我们更盼望祢要来听祢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每一位 主我们要开始恭敬的敬拜 进入祢的敬拜里 主祢祝福我们每一位 也祝福阿亲姐妹为我们祢 也每一个来到祢圣堂的弟兄姐妹 也祝福他们开始有喜乐的心 进入我们的崇拜里 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崇拜会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来是奉主耶稣的生命祈求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 我们要永远跟随我们的主 因为祂是我们的救世主 祂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哈利路亚 我们要决定来跟随祂 我们一起唱 我已经确定要跟随主 哈利路亚 我们决了来唱 我已经确定要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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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自己在背后 自己在前头 自己在背后 自己在前头 自己在背后 自己在前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随我成百万 我仍要跟随 随我成百万 我仍要跟随 随我成百万 我仍要跟随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随我成百万 我仍要跟随 随我成百万 我仍要跟随 这无人同心 我仍要恨罪 永不为头 永不为头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前头 永不为头 永不为头 这无人同心 我仍要恨罪 随我同百会 我仍要恨罪 随我同百会 我仍要恨罪 永不为头 永不为头 你什么决定 要跟随耶稣 你什么决定 要跟随耶稣 你什么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要跟随 我要跟随 永不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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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一生跟随耶稣 一生不回头 因为我们知道 主耶稣的路是盼望的路 有恩典的路 哈利路亚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唱恩典是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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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山我的鼓 都是祢在包吾 万人作为主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一起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你是我的主 因我走这一路 高山我的鼓 都是祢在包吾 万人作为主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一起 这一生 都是祢在包吾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彷徨的路 你爱你守 借命我走这人生路 你是我的祖 因我走这一路 高山我的鼓 都是祢在包吾 万人作为主 万人作为主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一起 这一生 都是祢在包吾 一步一步 一步 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一步 一步 这是彷徨的路 你爱你守 借命我走这人生路 一步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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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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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彷徨的路 你爱你守 借命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来一步 一步 来敬拜祂 我们来一步 一步 来敬拜祂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们 这一路上 在一路上 有主来拔护 看顾我们 祂带领我们 走到恩典的路 我们要感谢祂 我们来敬拜祂 哈利路亚 虽然在实际上有困难 虽然在实际上有困难 我们要经过高山地固 但是有主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要怕 我们要永远来跟随主 哈利路亚 我们敬拜祂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祢 祢带领我们走到 盼望这路 主啊 感谢祢 祢 感谢祢 哈利路亚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真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真是征徨的路 你爱你守 切地我走这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真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切地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抓住 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真是征徨的路 你爱你守 切地我走这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真是恩典的路 你爱你守 切地我走这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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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祷告 祢是我们的主 祢因我们走的恩典之路 高山或地固一路都有祢的保护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祢这么大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有祢的爱 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阳光 因为有祢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才充满了盼望 感谢祢 感谢祢 祢 我们已经赞美祢 祢 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聆听祢的花与祢 求祢恩高 今天祢的牧师要分享祢的花与祢 我们要安静坐下来来领受祢的花与祢 感谢祢 望主耶稣的名 我们祈求祷告 哈利路亚 阿们 大家请坐下 祢的名字 祢的名字 联盘 就是生活是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仍然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 或者我们能够改变的话 这完全是靠我们 靠我们自己的决定 因为生活是一个选择 每一种选择当然有它的后果 如果我们选择的正确的 当然对我们有利 如果我们选错的话 对我们有选择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决定了 我们是谁 我们是如何 所以我们的选择决定 没见 所以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就是我的决定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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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所以我们常听到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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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常听到这句话 不是神所决定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贫穷 因为已经被神移择 或者我们的家庭呢 就贫坏 我们就说那是三天的注定 或者有一些理分呢 他们说这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无论每一种事呢 也许其他信仰教导 也许其他信仰教导 怎样的 但是成为我们神的信仰呢 所以发生的如何或者怎样的结果呢 这完全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 神不为我们决定 但是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 从亚当第一个人开始 神给人完全自由的选择 要遵守或者要反抗 然后神就把这个果子放在一天中间 对人说你不要吃果子的树 神不为你吃果子的树 但你们吃的时候那天你们将会死 所以第一个人呢 被给一个自由呢 他是不是要遵循或者不遵循 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如何 如果我们读到如何亚当下瓦他们的生活呢 他们选择不遵循 所以他们违反了神对他们的吩咐 那直到现在为止呢 神让给我们机会选择 要遵循或者不遵循 神的话 神从不勉强我们要遵循他的话 所以在我们整个人生里呢 神给了我们选择 我们要勉弱 我们要懒惰 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 这完全就是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打开诊言 第13章第4节怎么告诉我们 所以很多人他们很多的羡慕 但是他们却不到的什么 所以从来每个懒惰的人被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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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里清楚的教导就是 不要给懒惰的人这个事物 所以所以 sekali lagi 这是选择 在此自己相见美这是选择 所以我们要选择懒惰呢也没有得到什么 或者也没有得到祝福 或者我们这个群劳呢 得到祝福 得到很多的神给的 的确实生活是一个选择 有很多选择 我们的选择 所以弟兄姐妹 谁选择呢 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选择呢 什么时候呢 我们选错了 要选择 腊肌或腊肌是很多的招牌 要選擇这个很敬意 或者是很坚定的行为 敬礼则说 人家人温暴入少量 可能口味 人家人温暴入少量 神经教导 你少的少种子 少的少 少的多呢 也少的多 如果我们不杀种子呢我们当然不受活 所以如果我们被举一个问题 是否我们要杀很多的杀种子 或者我们完全没有受活 当然我们现在要选择很多的受活 所以我们必须也是杀的多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对我们一个选择 身为信主的人呢我们是否要忠信或者不忠信呢 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要信或者不信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 这完全也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面对种种的问题在生活里 如何我学习到 不要使我能够选择 当医生判断我是得到这个肠癌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毒的这个癌症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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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了 神能治疗我 所以我能够站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如果我选择 的话呢 也许说我不会站在这个地方 也许说弟兄姐妹不再会跟我见面 但因为我选择 我信神的因素 我的治疗 全部完全恢复 所以所有的就是 靠做我们的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了呢 我们要担当他的后果 我们不能怪别人 尤其是怪神 如果我们开始 在他们要选择 提醒他们不要选错 来我们一起读第十九节 我今天父天父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据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存活 在这里Muji怎样传达的话 同样的也传给我们在经常望里 所以我们面对现在是生命或者是死亡 但是Muji这里强调说我们要选择生命跟祝福 不要我们选错了 在这里Muji强调要选择生命 在这里Muji强调要选择生命 在20中的主要是负责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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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Muji强调要选择生命 在20节中的主要是负责生命 如果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懂得怎样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懂得怎样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选择生命或者死亡 当然我们选择生命 如果我们要选择是负责或是负责 如果我们要选择是负责或是负责 当然我们选择是负责 因为我们选择是负责的 所以Muji在这里强调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选择生活的话 我们要爱耶和话 要听从他的话 转择他 因为我们是负责的 Herman Tuhan 所以宁静靠的 所以 身为信默的人呢 我们 神的话教他们我们怎样爱主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 他身为我们在生活里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的话呢 我们是要一种 一直给他做他的业 这是我们应当所做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的话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我们要生命 如果我们选择了生命 当然我们要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遵循 就是我们做做他的训练 所以如果神教他我们要生命 我们要生命 如果 firman Tuhan berkata jangan berbuat dosa maka kita pun akan berusaha bagaimana hidup benar dihadapan Tuhan 所以如果神的话 我们不要犯罪的话呢 我们要尽力不要犯罪 seringkali kita menjadi orang percaya yang begitu bertoleransi dengan dosa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身为一个非常 对罪呢非常有通用的 begitu gampang kita berdusta 我们很轻易的杀 begitu gampang juga kita menipu orang 所以我们这么轻易欺骗了别人 itu adalah dosa-dosa dosa-dosa yang tidak boleh ada sebenarnya dalam hidup kita 这完全其实在我们生活里 不应该有的 那么如果人家说他选择了生活的话 maka dia akan melakukan apa yang firman Tuhan katakan 所以他应当尊心 神所吩咐的 人家说他应当尊心 神所吩咐的 tadi kita membaca firman Tuhan berkata dia berpaut kepada Tuhan 所以告诉他 告诉我们 他转靠神 artinya hubungan dia dengan Tuhan itu dekat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与神的关系 是非常精静 bagaimana itu bisa terjadi 这如何会发生呢 untuk satu hubungan yang dekat tentu kita harus sering bercakap-cakap dengan seseorang 如果见一个 亲密的关系 当然我们要常常 与这个人交通 untuk dekat dengan seseorang tidak mungkin kita tidak pernah ngomong dengan dia tidak pernah berbicara dengan dia tidak mungkin kita bisa dekat dengan seseorang 我们不可能 能够亲近一个人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跟他 有好好的沟通 没有跟他说话 demikian juga untuk kita dapat dekat dengan Tuhan 同样 我们要常常 berbicara dengan Tuhan 我们要常常 与神的沟通 melalui doa kita berbicara kepada Tuhan 通过我们的祷告 kita juga harus sering mendengar suara Tuhan supaya kita tahu isi hatinya 我们常常听 神的声音 好让我们 知道神的心意 dimana kita tahu suara Tuhan atau isi hati Tuhan 我们怎样 知道 神的声音 atau他的心意呢 firmannya adalah isi hati daripada dia 他的话 就是他的心意 bacalah firman Tuhan 所以我们要 读神的话 如果我们 喜欢他的话 我们要听 他的话 我们常常 跟他 交通 祷告 当然 我们能够 这就是 选择 所有人 那 kemudian kita membaca tadi bagaimana dengan orang yang memili berkat 我们 我们也同样 读到 如何 这个人 选择 祝福 ulangan pasalnya yang ke-28 ayat yang pertama katakan begini dan ayat yang kedua saya bacakan jika engkau baik-baik mendengarkan suara Tuhan alammu dan melakukan dengan setia segala perintahnya yang kusampaikan kepadamu pada hari ini maka Tuhan alammu akan mengangkat engkau di atas segala bangsa di bumi segala berkat ini akan datang kepadamu dan menjadi bagian mu jika engkau mendengarkan suara Tuhan alammu he wrote you kalau kita tahu memilih berkat kalau kita katakan saya memilih berkat maka kita akan menjadi anak-anak Tuhan orang-orang percaya yang akan mentaati melakukan apa yang firman Tuhan katakan melakukan dengan setia segala yang disampaikan Tuhan kepada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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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at kita diberkati yang akan membuat kita diberkati oleh Tuhan kita tidak akan pernah rugi kalau kita mentaati apa yang firman Tuhan katakan segala segala berkat akan datang kepada kita dikatakan jadi 告诉 kita 所有 kemudian kalau kita membaca ayat 3 ayat 4 dan seterusnya disana diberkatilah engkau di kota diberkatilah engkau di ladang diberkatilah buah kandunganmu hasil bumimu hasil ternakmu yakni anak lembu sapimu kandungan kambing dombamu diberkatilah bakulmu dan tempat adonanmu ayat 6 diberkatilah engkau pada waktu masuk diberkatilah engkau pada waktu keluar dan seterusnya kita melihat bagaimana berkat Tuhan Tuhan curahkan limpahkan kepada orang yang taat melakukan apa yang firman Tuhan katakan bahkan ayat ke-13 katakan Tuhan Tuhan akan mengangkat engkau menjadi kepala dan bukan ekor engkau akan tetap naik dan bukan turun apabila engkau mendengarkan perintah Tuhan alamu yang kusampaikan pada hari ini kau lakukan dengan setia dan apabila engkau tidak menyimpang ke kanan atau ke kiri daripada segala perintah yang kuperintahkan kepadamu pada hari ini dengan setia dan seterusnya kita melihat kalau kita tahu bagaimana supaya kita diberkati maka kita pasti akan melakukan ini kita dengan sekuat tenaga akan menjadi orang yang taat kepada Tuhan kalau kita tahu rahasia ini tapi seringkali kita tidak memahami mengerti tentang rahasia berkat ini tapi setidak kita tidak memahami Tuhan karena itu kalau kita ingin diberkati oleh Tuhan dengarkan suara Tuhan lakukan apa yang firman Tuhan katakan karena kalau kita memilih yang salah kalau kita menentukan sikap yang salah ayat 15 katakan begini tetapi jika engkau tidak mendengarkan suara Tuhan alamu dan tidak melakukan dengan setia segala perintah dan ketetapannya yang telah sampaikan kepada mu pada hari ini maka segala kutuk ini akan datang kepadamu dan mencapai engkau terkutuk engkau di kota terkutuk engkau di ladang dan seterusnya kita kehilangan berkat kita kehilangan janji janji yang indah yang baik daripada Tuhan kita melihat diberkati tidak diberkatinya kita mendapat kehidupan atau kematian dalam hidup ini itu tergantung pilihan kita Tuhan tidak menentukan kita harus seperti ini tidak demikian tapi Tuhan memberi pilihan kepada kita Tuhan memberi kebebasan kepada kita artinya apa saudara hidup kita ini bisa berubah hidup kita ini bisa menjadi lebih baik semakin baik semakin baik hidup kita tidak harus terus seperti itu hidup tidak harus selalu ada dalam keadaan yang buruk terpuruk kita dapat merubah hidup kita memilih yang benar karena itu pilih yang benar apa yang kita dengar dari firman Tuhan lakukanlah itu pilih itu saudara kita tidak bisa menyalahkan orang lain dan kita apalagi menyalahkan Tuhan kita berkata Tuhan kenapa hidup saya seperti ini kenapa saya begini kita tidak bisa berkata seperti itu kepada Tuhan karena mungkin selama ini kita sudah memilih yang salah karena itu kalau selama ini kita sudah memilih yang salah kalau selama ini mungkin kita sudah memilih untuk tidak taat kalau selama ini mungkin kita sudah memilih apa yang kita sudah dengar yang berakibat buruk dalam hidup kita sehingga kita tidak diberkati Tuhan firman Tuhan masih memberi pilihan kepada kita saudara untuk supaya keadaan kita bisa berubah jadi itu tergantung kepada kita kembali maukah kita berubah atau tidak berubah ulangan pasal 30 ayat 1 sampai 3 katakan begini maka apabila segala hal ini berlaku atasmu yakni berkat dan kutuk yang telah kusampaikan kuperhadapkan kepadamu itu dan engkau menjadi sadar dalam hatimu di tengah-tengah segala bangsa dimana Tuhan alamu menghalau engkau artinya Tuhan mendatangkan akibat yang buruk dalam hidup mereka menghalau mereka dan apabila engkau berbalik kepada Tuhan alamu dan mendengarkan suaranya sesuai dengan segala yang kuperintahkan kepadamu pada hari ini baik engkau maupun anak-anakmu dengan segenap hatimu dan dengan segenap jiwamu maka Tuhan alamu akan memulihkan keadaanmu dan akan menyayangi engkau ia akan mengumpulkan engkau kembali dari segala bangsa kemana Tuhan alamu telah menyerahkan engkau terima 三十章第一节 我所证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 咒诅都领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 最敢你到万国众生 被心里 罪念祝福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若 尽心尽心跪向耶和华你的神 照着我今日一切所丰富的 听从祂的话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 被联明你 救回你所被路的指名 耶和华你的神 要回转过来 从分上你到万国众生 你照记回来 我们要改变 如果我们要改变 如果我们回改变 如果我们回改变 如果我们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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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在这一切 我们做了所有的错误 我们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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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能看到 有大大的改变 那就是神 盼望能够做在 我们成为祂 信祂的人的生活里 我相信 你们的生活将会改变 如果你们遵循神的话 当然我们不喜欢 如果我们在 在败坏的生活里 当然我们不喜欢 如果我们在 对我们生活里 种种的败坏 我们当然不希望 我们的生活里 没有得到祂的祝福 我们当然要改变 所以我们要换选 正确 跟有正义的 如果弟兄姐妹 做这一切 你这样要看到 神改变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当然 会有比以前更大的改变 我们看到神如何 祝福我们 我们看到神的意志 神给我们的神迹 在我们生活里 所以我们想不到的 超过我们所能明白 能想到的神赐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选错 如果我们选错了 我们要赶快的 改变 让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改变 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来我们一同葬礼 我们唱一首歌 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唱一首歌 我们唱一首歌 Itu pilihan kami Tuhan Kami mau iring Engkau Alleluia Alleluia Saya mau iring Yesus Saya mau iring Yesus Sampai selama lamanya Meskipun saya susah Mengerikan alam Duh Saya mau iring Yesus Sampai selama lamanya Saya mau iring Yesus Saya mau iring Yesus Sampai selama lamanya Meskipun saya susah Sampai selama lamanya Tuhan Sampai selama lamanya Sampai selama lamanya Sampai selama lamanya Menikmati segala kemuliaan Bersama dengan Tuhan Terpujilah Tuhan Memberkati kami semua Semua sore hari ini Sehingga kami pulang Kemudian dari tempat ini Tuhan Tidak lagi kami salah Dalam kami memilih Tidak lagi kami salah Haleluya Haleluya Amen Kita tetap bangkit berdiri Kita akan akhiri Ibadah kita sore hari ini Kita sudah dengar firman Tuhan Dan kiranya itu Memotivasi kita Hingga kita tahu Apa yang harus kita lakukan Dan hidup kita pun Diberkati oleh Tuhan Mari kita dudukkan kepala Kita berdoa Dan kita akan akhiri Ibadah kita Terima kasih Tuhan Buat sore hari ini Kiranya firmanmu Yang kami dengar Tuhan Itu mendapat tempat Yang terbaik Dalam tiap hati Daripada umatmu Karena Kami ingin Sebagai hambamu Melihat bagaimana Sidang jemaatmu Umatmu diberkati Tuhan Karena Tuhan Biarlah apa yang Disampaikan pada sore hari ini Memotivasi Semua yang ada Yang hadir pada sore ini Tuhan Dan kami lakukan Apa yang firmanmu katakan Terpujilah Tuhan Bagimulah segala Kemuliaan Terima kasih Tuhan Sudara kau yang Kekasih dalam Tuhan Terimalah berkat Dari Allah Bapak Kasih sayang Dari Yesus Kristus Dan pernah Allah Ruh Kudus Menyertai kita Mulai saat sore hari ini Sampai selama-lamanya Di dalam nama Tuhan Yesus Kristus Semua yang percaya Berkata Amen Selamat sore Tuhan berkati Sudara Selamat menikmati